上期说到清雪莹下分区预赛 不动风也以第二名的成绩出现 大家好我是玄书 距离东京都大会还要几天时间 这几天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首先因为一年级龙马一战成名 所以分区预赛过后 来邀约打练习赛以及来侦查的人 比去人多了很多 其中山吹中学的千石清纯也来了 当时龙马正在试玩网球训练器 结果不小心把千石给打晕了 然后就把他放在那里不管 之后龙马和陶城碰到了 喜欢搜集八卦的外孝贤三学长 他们阴差阳错的打了一场双打 贤三他们在最后时刻终于赢了一球 也因此贤三决定不再搜集八卦 他要好好回去练习网球 而下一集被称作阿勋的灾难 很明显海棠要倒霉了 那天练习结束海棠继续跑步练习 陶城龙马他们在去买东西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抢劫的小偷 因为这个小偷穿着直排轮滑 所以陶城顺手抢了神尾的自行车追 然后神尾单凭角力就跟了上去 这就造成同行的深思和龙马在一起 接着陶城他们好像撞到了海棠 同时那个钱包也掉在海棠身上 结果海棠就被跟来的警察带走 还好最后解释清楚了 之后神尾和陶城听到局姓求救 原来是兵力的基布在找麻烦 因为基布说打街头网球的都是弱者 所以局姓很生气的和他打赌 要是打赢所有人就和基布约会 好在这时陶城和神尾过来就场 不过基布坐在地上没有出手 所有的球都让化地一个人接 比赛是一球定胜负 期间陶城还把球打到基布身边 但是化地很快就回了一记中球 好在陶城反应敏捷接住了 随后基布就让化地停手 他在记住陶城的名字后就走了 另一边那个小偷还没有放弃 不过这一次遇到了河村和局湾 河村拿起球吧用一拉罐击中小偷 那个钱包这次找到了海棠脸上 最后是海棠把钱包交还施主 而小偷又逃掉了 接着局湾在店里碰到龙马和神思 他们两个正在争夺一盒手交 因为是热门产品而且只剩最后一盒 所以他们谁也不让谁 然后就在他们准备用网球决定时 啊那个小偷又出现了 于是局湾宣布谁先打中小偷谁赢 结果是龙马的外宣发球击中小偷 而海棠也不巧被网球砸中 最后小偷终于被抓住了 不过场面还是比较混乱的 之后的一天Koy他们发现 阿贤学长好像在挖什么虫子 此时距离都大会还要9天 正式队员会进行特别训练 训练内容其实不大重要 重要的是输的人要喝下 阿贤特制蔬菜汁 所以每个人都显得特别拼命 这次的蔬菜汁好像比上一次更厉害 喝过的基本都没能跑出球场 对了期间手种因为不小心拿错水平 所以他好像把剩下的前置全喝了 于是阿贤又拿出了新的改良版 应该就是加了什么虫子的那一版 龙马很幸运喝到了那一杯 之后龙骑教练过来宣布渡大会事宜 这次参赛队伍一共有108队 只有5只队伍可以晋级关东大赛 交代完之后大家继续练习 接下来的剧情是 龙骑教练因为自己没有时间 所以让龙马陪着孙女英奶 去张诚大叔那边调整球拍网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约会的意思 不过龙马什么都不懂 张诚大叔以前经常帮 南次行和龙骑教练换网子 所以看到龙马和英奶就觉得很亲切 而且张诚大叔可以从拍网看出 使用者有哪些习惯需要改进 在换网的时候大叔还说 当年南次行打了37场职业比赛全胜 可惜在巅峰时期却选择隐退 一段时间后网子调整好了 男儿在龙马离开之前大叔对他说 老是打一些漂亮的网球很无趣 小孩子的把戏也差不多该停止了 这是大叔从龙马的拍子上看到的 之后龙马教英奶打球的剧情不重要 这集重点是刚才大叔对龙马说的话 另一边手种跟龙骑教练提议 希望自己可以和龙马打一场 之前说过手种已经看出了 龙马打的球只是南次行的翻版而已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他可能永远都只会是翻版 为了让龙马可以跨越这堵墙 手种不顾自己左手的情况 他坚持要跟龙马打一场 他和龙马约好三天后下午三点 在春夜台的去营球场见面 大叔偶然间听到了这个事情 他比较为手种的情况担心 另一边龙骑教练则告诉龙马 手种这一次是很认真的 他的实力堪比当时的南次行 之后大叔陪着手种去看医生 其实手种最拿手的短球 会给关节带来很大的负担 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后 现在终于是痊愈了 这就是之前手种很少比赛的原因 然而医生还是建议手种 不要打太长时间的比赛 以及短期内先不要打短球 接着终于到了对战那天 其实这场比赛的细节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之间的对话 手种问龙马为什么要打网球 龙马说是为了打倒一个人 至于打倒之后要怎么办 龙马是从来没有想过 对了这场比赛里手种打出了 灵式消球也叫灵式短球 为了逼龙马能打出自己的网球 手种也是煞费苦心 比赛结果自然是手种赢了 不过他最后对龙马说 月前你要成为清学的支柱 其实手种这样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希望龙马不要只是翻版 另一方面是想让龙马知道 这世上还要许多强敌存在 他期待龙马可以重新开始打网球 打只属于月前龙马的网球 并成为能够开创新时代的选手 很庆幸龙马有这么好的队长 从那天开始龙马觉醒了 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打出自己的网球 难而这只是脱胎换骨的第一步 不过之后还有一集日常 讲的是龙马家养的喜马拉雅猫卡尔滨 无意间跟着龙马去上学的事情 从这一集里面我们知道了 龙马的英语能力很强 手种是能指出老师问题的学霸 阿钱会在实验室研究新的蔬菜汁 同时虽然海棠看上去很凶 但他在东包的时候很可爱 最后学长们把卡尔滨送回龙马家 日常剧情也就暂时高一段落 第二天东京都大会终于开始 龙马日常迟到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次是枯萎假扮龙马去注册 龙马晚些时候才来到比赛现场 清学作为种子球队前几场轮空 他们的第一个对手是连田 因为手种比赛需要打满五场 所以手种这次作为单打一号上场 一点悬念也没有 清学五场比赛都是6比0获胜 这就让他们的下一场对手 秋山三中一点斗志都没有 男儿就在这时圣鲁道夫学院的关岳 过来告诉秋山三中的队员们 清学队员所不喜欢的球路 这就导致清学队员在比赛的时候 花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 阿钱这边一下就看出问题 关岳是圣鲁道夫学院的经理兼球员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搜集资料 关岳和阿钱可以算是同一种类型 不过关岳前几比较不择手段 像这一次他就利用秋山三中来观察 清学队员在面对不喜欢的球路时 会做出何种应对措施 另一边不动封以3比0打赢大则10叶 他们的复赛对手是兵地 而清学的复赛对手是圣鲁道夫 单打1号手种 2号不二 3号龙马 双打1号绝丸大石 2号逃成海棠 接着阿钱开始介绍情况 圣鲁道夫的选手 有部分是从各地招来的体育特长生 队长斥责单打实力很强 同时还有不二的弟弟玉泰 他被称为是左撇子杀手 听说他以打倒哥哥不二为目标 不过不二并不是左撇子 而玉泰针对左撇子的训练 据说是新经理关月给的意见 另一边关月大概才对了清学的安排 所以他故意让玉泰对上龙马 其实玉泰是想跟不二打的 不过关月假装自己猜错了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而关月之前给玉泰的练习 就是针对龙马这个左撇子 同时单打厉害的队长斥责 被安排到了双打1号 关月的目的就是要拿下前3场 而且为了保险起见 他自己作为单打2号上场 至于单打1号就是个牺牲品 接着两队入场准备开始比赛 不过陶城海棠很快就吵起来了 其实他们两个从以前就这样 彼此在训练中都不想输给对方 但是吵架归吵架 他们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对手阿纯和柳泽很快就输了一局 之后局势达到2比1的时候 关月暗示可以动手了 柳泽先打了一个海棠不喜欢的球 回球之后阿纯空中假动作掉短球 同时陶城的回球也被猜到 不过这个球还没有结束 因为关月预测到海棠一定会接住 所以他们早就做好准备 而海棠临时改变球路没打蛇球 最后这球没有过往 从这个时候开始 阿纯他们似乎在等海棠打蛇球 意识到这一点的海棠就是不打 他和陶城目前非常被动 在过了40分钟之后 比分5比2两队换场 休息时隆其教练调整了队员的状态 再加上柳泽之后跟他们炫耀 说自家的经理预测多准之类的 这就导致陶城海棠要认真移置对外 结果就在这时 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打断对手士气 话说关月的战术是这样的 这场双打不能让陶城打出杀球 而能让自己队员打出高调球的 就只有海棠的蛇球了 所以圣鲁道夫专门针对蛇球做训练 再加上他们知道对手不喜欢的球路 这才导致陶城海棠一直打得不舒服 这时龙马突然不看比赛要去买果汁 他说没有人会完全按照资料打的 话还说完陶城就赢了一球 他击球的速度逐渐变快了 同时在陶城的刺激下 海棠也决定开始打蛇球 难得海棠打的这一球是回旋蛇球 这并不在关月的计算内 不过其实回旋蛇球并没有真正完成 因为这一球如果在单打里算出戒 所以才会安排海棠打双打 同时这样也能激发出陶城的斗志 反而圣鲁道夫这边有点乱了阵脚 他们过于在意回旋蛇球 结果海棠又打出普通蛇球 这就使得阿纯被迫以高调球回击 就在这时陶城前冲起跳 并用拍框扣了一个杀球 这个威力比往后跳的杀球要猛 圣鲁道夫这时也发现 对手的威力提高了 他们竟然能在比赛中突破字要成长 这下局势变成5比3轻球还住两局 而在下一局时阿纯看出 只要打中间就可以压制回旋蛇球 不过他觉得这样很无趣 所以他依然让海棠打出回旋蛇球 随后阿纯在场外把球打回去 这个带旋转的高调球滞空时间比较长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陶城比他更长 可能是由于球自带旋转的关系 陶城的杀球落地前改变了路线 这个球落地后直接反弹到柳泽脸上 也因此柳泽晕到了 由于无法比赛所以圣鲁道夫弃拳 陶城海棠获得胜利 这还真的是没想到呢 第一场比赛结束后关越有点生气 不过队长赤泽让他不用担心 下一场比赛是清学的黄金组合 对阵圣鲁道夫的赤泽与金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局丸大使一开始就陷入苦战 圣鲁道夫的战术是针对局丸攻击 而且不单只是打不喜欢的球路那么简单 农马在场边发现 赤泽打出来的球看起来有好多个 如果一直盯着看眼睛很快就累了 其实赤泽打出的是微动球 他打反手时习惯用球掰前方来击球 这样的话冲击力会变大 并且球会产生一些微小微差 对于动态视力好的人来说 这些轻微的位移的位看在眼里 这就导致一下子会看到好多个球 也正因此局丸的集中力消耗得非常快 这就是为什么关越要安排赤泽双打 然而双打并不只是个人表演 两个人的墨西配合才是关键 很快局丸就假装体力不支 其实这是诱导对手回球底线 然后大石就可以打出拿手绝招 那就是瞄准对方底线死角 如穿针引线般的重高调球月亮截击 这个绝招感觉比较废球拍 因为打之前大石都会用球拍扫地 之后在大石的出色表现下 轻学把局势追成2比2平 话说关越之前已经提醒过赤泽 要注意大石的月亮截击 然而不习惯双打的赤泽刚才给忘了 接着大石局弯摆出了澳大利亚阵型 他们在中间站成一条直线 这是一种发球战术 在发球同时两名队员跑向两侧 因为对手根本不知道谁会跑到哪里 所以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扰 尤其对圣鲁道夫这种靠资料预判的 会显得更加有效 对了这个阵型也是阿钱指导出来的 接着由于赤泽过于在意局弯行动 导致他自己开始出现失误 赤泽现在脑袋里一片浆糊 就在这时学弟金田过来劝阻 他大声骂醒学长是个笨蛋 双打应该靠两个人而不是一个 随后比赛继续 金田其实懂得这个澳大利亚阵型 所以他瞄准对手的中间区域 虽然回球出界 但这确实是一种劫法 之后斥责调整状态与金田配合 圣鲁道夫很快就以6比5抢占先机 此时局弯已经累到不行了 他在场上是一动不动 所有的球都靠大石一个人回击 很快比分变成了40比0 只要再赢一球就能拿下这盘 结果就在危机关头 橘湾终于醒了 他漂亮的回球得分40比15 原来橘湾靠着放弃两局比赛的时间 来休息恢复自己的体力 随后比分变成了40比30 但圣鲁道夫依然只差一球获胜 然而金田因为压力的关系双发失误 所以比分变成了平局 不过斥责并没有责备金田 很快橘湾他们就领先一球 而在下一球时斥责打出了微动球 这次橘湾选择闭上眼睛 后方大石开始拿球拍扫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是月亮节肌时 大石打出了一个短球 这下局势变成6比6平 所以大石的那个球拍扫地动作 其实跟月亮节肌没有半毛钱关系 接下来就是抢西决胜局 这一局是赢一球即一分 谁先在比赛里面拿到7分就算赢 但是如果比分打到6比6平 就必须有一方多赢得2分才算赢 不然比赛就会无限制进行下去 同时为了公平起见 抢西决胜局是每队轮流发两次球 清雪很快就以3比0领先 难而阿钱却说这场比赛 应该在进入决胜局之前就结束才对 此时局弯因为失误丢了一球 而圣鲁道夫这边开始慢慢追上 最终局弯因为体力不知败下阵来 其实阿钱早已看出局弯撑不到最后 这里要解释一个小问题 之前说过一盘比赛谁先赢6局谁胜 但是如果局势变成5比5平时 在打到6比5的时候还要多打一局 打完这局如果是7比5则比赛结束 如果是6比6平就会进入抢西决胜局 我是全数目前双方已胜一负 之后的比赛是否会和关越预测一样 下期来看左撇子杀手 玉泰的外旋旋转球 以及什么 不二竟然落后了5局 我们下期继续